炒股跟投资是两码事 炒股是什么 炒股就是把股票当着筹码 去博弈 跟外面最流行的游戏是没什么区别的 一样 你最终的目的是要想赢那些比你傻的人的钱 投资是什么 投资就是把股票看成一家公司的所有权的一部分 这个叫投资作业 在平时的时候跟别人和伙 比如说有个人很牛 你说我俩一起开一家公司 我占三成股份 你占七成股份 我入股 我投钱 你投钱 对吧 这叫什么 这叫投资 那生活上的公司跟A股上的公司有区别吗 没有任何区别 本质都区别没有 只有一个区别是什么 生活上的公司小 上市公司大 所以你30万只能买到250 但生活上你可以占30% 有区别吗 没有任何区别 这就是世界上最顶级的投资思维 炒股跟投资是结缘不同的两个东西 炒股很难赚钱 马云都说没有见到一个炒股赚钱的 你把这个东西买了 缅甸那边经常有人 赌育 把这石头打开 赌一千万有没有 赌了之后 有就发财了 没有就 血本无归 这叫赌 A股里面倒拔的这种人 你说能赚钱吗 这叫炒股 你买房是投资 你买黄金是投资 你买地产是投资 是吧 你买股票是投资 你跟别人活回开企业是投资 这才是投资 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